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表里面所谓叫做价值型股票 即是说长买没错的 握着它 实会有表现的 ESG就是现在最当兴的一个 其实都是Green Energy 环保概念 环保概念其实就跟电动车 绿色能源 绿色发电其实是相关的 中小股增长股新兴市场 这些其实就一般 即是说好像你刚才说 你都不知道买哪样 每天就买点 价值型股票买点 增长型股票买点 中小型股票买点 新兴市场买点 好了 美国科技股 其实这个都是 我想已经是一个 过去这几年都很流行 很多人都买了 包括我们香港都是讲科技 那你就买过几只 大家可以选择的科技股 但是其实表现 香港这边其实是很落后的 是的 同样的科技股 美国就升 香港就跌 人家双位还升 同样是资源类 都是石油 都是商品 美国环球的一些是升 香港都是跌的 好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当然香港可能有自己本身的因素 而且始终就是说市场气氛比较低迷我们这边 因为你说到香港在2021年去到现在这一刻 即是十二月就来过去 其实2021年全年计 恒生指数其实跌幅 都差不多有接近百分之十四的 在环球市场那里 如果大家按BOOMBERG 第一个页 只有我们跟内地的 内地是跌8-9% 我们跌14% 只有我们而已 其他全部都升上去的 那我们这么惨 那有没有同病相连的呢 有 南美洲 巴西 糟了 我们跟巴西原来是同一个内地 不是踢足球 是一港股票 所以其实是很落差 因为美股三大指数是升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我们跌14% 一来一回其实是三十几四十 所以那个是很大的 就是你没有赢不止还要输 输到很重要 那现在如果你说这个 我想其实给大家的启示 都不是太明显的 因为价值型其实是很主观的 你觉得它有价值 有些人觉得这些大笨象很难升 慢慢升不碰 我们要找一些快速增长的 或者你觉得买一些传统的 好像北非特至爱那些 麦当劳 可可乐那些 那些都有价值型 都是价值的 经济敏感一点 不过它就会比较是 要长线才行 其实很多人在投资里面 其实就不是 它知道这个是道理 但是它不能忍受这么长期的寂寞 就是说拿着股票 好像升得很慢 别人的那些升很多 他就想找一些叫跑快一些 升多一些那些 所以这个价值型的那些 其实是很主观的 就是你怎样才 我认为是 可能你认为不是 所以怎样去找呢 是不是听那些 大行分析报告 或者自己去做功课 看它的平衡 计算它的PE ratio 计算到这种最便宜 尤其市值很大的就行 可能是 亦都可能不是 我们这边便宜得爆了 都没人敢买 都没人敢买 越便宜越不敢买 反而我觉得 如果是这样 就找一些叫做投资主题 就是说 因为我们香港今年很明显 现在这些股票呢 为什么它的表现 是零零碎碎落后于美国或者欧洲 而大家都有板施 就是刚才说的那些 科技龙头的大数据 以前觉得大家这些 哇好啊正啊 是大数据 得大数据得天下 现在呢 你拿出大数据呢 就被人可能反垄断了 接着就要将你的市场领导地位 切割开来 分给那些三 排第三排第四 其实等于你 就是有钱人 就慢慢分身家 其实这个 你不会觉得它有前景很好的 但是呢 因为这个背后 其实是一个政策影响它 那我们反过来 我的思维可以想一下 如果 政策可以对这些股票 或者某个板块 好像教培事业 就是那些补习行业 整个板块 只是屯灭了 不见所 那有没有一些政策 对某些人是好的呢 是的 对它有好一些 有的 新能源的 新能源的 因为这个是全球的大方向 那所以呢 无论你是出于某某 哪种原因 其实你不会压杀了它 那这些就相对地 不要说它一定有政策 是对它好 起码它 不会打压它 或者不会出台的政策 令到它的营商环境 是非常之困难的 那这些起码它的政策 风险是会少一点的 那可能你的scanner 都几多 就是几多东西要放下去 就是要 合乎有一个通胀大主题 那你可能会比较细致的 相关股票 政策面上面是 pro这个行业的 然后股值又舒服的 那你可能会比较细致的 做stock pick 不是说 好像图面所见 大家很简单的 那些人看了 通胀敏感度最高 各样的那些 就买那些 接下来就对了 就是不好 我想应该是选择一些 就是刚才我说的 你选择这些股票 譬如你说增长型 新兴市场 中小型 它都有些股票 其实很有价值 或者是长线值得投资 不过你是要发掘它 那如果你说 我只是觉得 它是价值型 市值大我就买 它是中小企 我就买 那你也要选择一个行业 有些行业是借用行业 有些就受到政治 监管风暴的影响 有些可能是刚刚成长 那它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跑出的 那当然我们找到这些最好 但是也要花很多功夫时间 那我想如果投资者 在刚才我说的那个概念里面 其实你最首先要避免一件事 就是你先不要输 那为什么不要输 就是别人打压的时候 你撞个头去给别人打 看清形势